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这个课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是讲大漠泊香轮 我们继续讲这个大漠泊香轮 然后大漠泊香轮 它就是有大概就是有14个文大 14个文大 那么我们呢 现在就是在讲第12个这个文大 那么第12个这个文大当中呢 它就是主要是讲 主要是讲 比如说我们平时烧香 拜佛 还有就是 做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福报 也就是这个夫子粮 那么这些资料 然后呢大漠祖师呢 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呢 就开始颇响 那这些问题上面的响 是什么呢 响就是我们执着 比如说我们供华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我们执着我们自己供佛的人 也就是我执 然后我们再执着这个华 所供养的这个公品 就像比如说像华 第二 然后呢第三个呢 我们再执着 这种行为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公品 然后去供佛 那么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三中执着 我们没有真无空心的人 或者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空心的人 那么虽然是皈依了 虽然是学佛了 但是呢 就是因为不了解 不了解空心 所以我们对这三个都有执着 那这三个这个执着 大摩祖师 就是要破这三个执着 然后就是 这叫做破箱 然后破了以后呢 如果我们真无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 叫什么呢 叫散伦提孔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子的内容 那么我们听这样子的内容之前呢 首先啊 请大家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啊 我们平时呢 也每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有提心 鼓励大家来这个发菩提心 然后呢 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菩提心的 真实的修法 实修的方法 这个都是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像今天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停课的时候呢 那大家也一定要发菩提心 简单的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课 听这个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为了成佛 那为了成佛 目的是成佛 那成佛 是不是啊 最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呢 也不是啊 还有另外一个更终极的目标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为了度一切终胜 为了度一切终胜 我们下定决心要成佛 然后我们为了成佛 今天大家来闻思 那么这个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发行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大家也发菩提心啊 我们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终生离苦得乐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 我一定一定一定要成佛 虽然暂时啊 不一定能够就急身 或者是这是短期之内啊 快速的成佛 也许不一定啊 但是呢 不管啊 需要多长时间啊 都没关系 反正我一定要成佛 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就是有为了这样子的这个理想啊 为了这样子的梦想 或者为了这样子的发心 然后我们来听课 那这个就是达成佛教的菩提心了 首先请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啊 学习大漠诸实的这个婆相论 那么这个大漠诸实的婆相论的 这个第十二个这个文答当中啊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要大到这个三轮梯孔 三轮梯孔 那这个三轮梯孔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呢 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但是呢 母前不一定 母前不一定 那么母前我们还没有真武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去扫香啊 去拜佛呀 公怀呀 那么念佛呀 立佛 那这个是不是像大漠诸实讲的一样啊 是不是这些都是 不是真正的立佛 不是真正的这个 公佛 不是真正的这个念佛 是不是这样子呢 也不一定啊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但是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实修是特别特别的有关系啊 有关系 虽然是一句话 一个字啊 比如说哪怕是一个词回啊 一个词回 那么这一个词回呢 它就是分四个不同的这个级别啊 不同的级别 然后呢 分四个不同的级别来解释啊 密宗里面不就是有四种四级关钉吗 啊 四级关钉 那么四级关钉的每一个每一个关钉啊 关完了这个钉以后 它要修的这个法啊 比如说一级关钉的这个修法 跟第二级关钉的修法在层次上啊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比如说这个密宗里面 虽然就是一个啊 一个词回啊 但是呢 或者是一个一句话啊 但是比如说我们是德国了 一级关钉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有从这个层面上去解释啊 然后如果我们进入了第二级关钉啊 关了第二第二级的钉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个内容呢啊 就是再提升啊 再提升啊 就是啊 就是第二个层面上去解释 然后呢 第三级 得到了这个第三级关钉的话呢 那么就是从第三个层面 啊 解释 然后如果得到了底四级关钉啊 四级关钉呢 就是完整了 完整的顶啊 然后得到了这个最后一个顶啊 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啊 这个啊 他有资格去了解这一句话的啊 最究竟的啊 意义 最究竟的意义 如果是还没有得这些关钉的话啊 没有得这些关钉的话 母钱还不够格啊 去听这个最究竟的 最究竟的这个意思 内容 所以他字面上都是一个啊 就是一本书啊 或者是一句话 一个词汇 但是呢 每一句话啊 每一个词汇 它基本上都是有四种不同层次的 解释啊 那么这四种不同的不同的解释啊 那哪一个是对的呢 那当然从九经啊 最终最九经 从这个层面讲 当然最后讲的是对的 那前面的这些是不是不对呢 是不是错呢 也不是啊 也不是 就是为了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这个 啊 适合啊 这些比如说一级关钉 二级关钉的这样子的人的根基啊 然后就是讲 第一个层面的内容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 其实对对这个 对这个 这德国一级关钉 或者二级关钉的人来说啊 他的这些解释都是对的啊 都不是错的 都是对 就是这样子 从这个层面 比如说从最低的层面上 讲啊 看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就是他讲的这样子啊 然后呢 这个层次级别 再高一个级别 从第二级关钉以后的 呃 从这个立场啊 从这个层面上去看的话 那就是跟之前讲的 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深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前面的这个内容呢 他也没有否定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只有这样子去理解啊 但是呢 现在啊 就不一样了 提升了 提升了以后呢 然后就有不同的理解的方法啊 这四个理解方法呀 都是都是都是对的啊 都是对的 就是因为 他有不同的梗集啊 所以呢 有不同的这样子的内容啊 密宗呢 基本上都是 每一个都是可以分这样子 四个不一样的 这个层次 那么 这个大摩的啊 啊 这个 嗯 婆香论当中呢 他没有分四个 但是他就分了两个 两个层次啊 比如说我们 烧香啊 烧香啊 我们平时呢 我们就是烧啊 就是在佛的前面呢 我们烧比如说 檀香啊 橙香啊 就是这些香 用这些香来供服 那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人 还没有真武的人 我们普通的学佛的人啊 或者是我们初学者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就这样子去功夫啊 这样子去功效 那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他有他的功德啊 他有他的福报啊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啊 但是呢 大摩诸师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啊 更高的层面讲 那更高的层面讲的是 他就说啊 这个灯也不是这种灯啊 功也不是这样子的功啊 那么他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 去讲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不要依偎啊 不要依偎我们之前 比如说我们平时啊 去这个给佛供这个供鲜花呀 供水呀 供这个摊香啊等等 是不是错了 是不是完全就没有意义了 啊 当然就不是了啊 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不同层次啊 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发有不同的层次 发为什么有不同的层次 就是因为我们终生的耿急 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呢 那世家摩尼佛也就啊 转三次的法轮啊 转三次法轮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这个学这个大漠 诸实的啊 尤其是这个第十二个这个文打的时候啊 一定要这样子去分清楚啊 要不然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啊 就是有可能啊 我们会走啊 走错路啊 走错路 我们会走错什么样的路呢 啊 就是我们以为啊 比如说我们给佛供鲜花呀 我们平时念经呢 啊 啊 磕头啊 啊 那么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啊 原来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了解 什么叫佛 啊 这个功夫 什么叫功享 什么叫功化 我们根本就理解错了啊 原来通通都是错的 这种啊 这个 这个啊 这个无解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从此以后我们啊 再也不去做这些世俗的啊 功德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比如说他争悟了的话呢 他就可以修争悟的境界 现在是不做这些是可以的啊 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也讲过这个 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 也就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比如说你争悟了以后呢 先暂时啊 就不要去啊 做这些世俗的很多很多的福报 先先放一放啊 就去修争悟了以后呢 已经争悟了呢 就修这个所争悟的这个境界 啊 那么这个就是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世俗的这些所有的福报啊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放下这个争悟的境界 再去做一些世俗的供养啊 供佛呀 那这样子的话呢 特别的不划算啊 所以这个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们比如说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 还没有证悟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些世俗的禅悔啊 啊 还有这些等等啊 都是非常的需要 这个藏传佛教是特别特别的强调啊 然后呢 不仅仅是藏传佛教 禅宗也是这样 我们上一节课里面呢 也就是用了这个寒山大使的啊 这个啊 主作啊 给大家讲了 这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跟寒山大使 他讲的跟藏传佛教 完全是一个意思啊 所以呢 我们实修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些我们平时的年金啊 做各种各样的功课啊 这都是没有用的啊 这样子的话 一定会做错诺啊 我们就是啊 这个复会双云啊 这个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啊 正确的路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呢 我在这个啊 下面的这个内容前面呢 也首先给大家提醒一下 实际上我们上一节课里面啊 这个啊 讲得很清楚了啊 那么这一次 那也给大家提醒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 大摩祖师的这个 呃 这个原文啊 现在开始将这个等啊 功等啊 等是什么啊 现在就是大摩祖师呢 他就是 站在啊 这个禅宗的正无的啊 这个立场啊 或者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啊 等是什么啊 功等啊 等是什么 嗯 畅明灯者 即正确行也啊 他就是说畅明灯是什么呢 啊 畅明灯是不是我们用俗佑啊 用俗佑 然后呢 在佛迁啊 功等啊 二十四小时的啊 不熄灭的这个灯 我们平时啊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常年 比如说啊啊 啊 一年四级啊 都是能够啊 这个啊 等啊 不熄灭的 这样子的灯啊 平时我们是 我们这个理解当中 常明灯 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现在呢 大摩祖师呢 他说不是啊 啊 昌明灯 不是这个啊 那昌明灯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昌明灯 既正觉心也啊 昌明灯 就是正物的心 正物的心啊 正觉啊 就是正物啊 这个正物的心 正物的职汇啊 才叫做昌明灯 嗯 那下面呢 啊 他就揭示啊 为什么 这个正物的智慧 叫做昌明灯 他就讲这个原因啊 觉知明了 啊 啊 觉是什么呢 啊 觉就是明了 就是通达啊 通达什么呢 通达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啊 我们从第二转法轮 从薄热的角度来讲啊 那么明了明了了什么呢 啊 明了了空心啊 明了了空心 然后呢 从第三转法轮的角度讲啊 明了了什么呢 明了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 光明啊 光明 然后从密宗的角度来讲 密宗啊 他没有把这两个分开啊 他就结合 结合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 这个物上密宗的这个佛像 基本上都是双云的啊 佛福 佛母 双云的 单身的这样子的佛像 很少看得到 是双云的 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宗啊 比如说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 就讲空心啊 没有太多的讲这个佛心光明啊 然后呢 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 将佛心降入来藏 但是呢 这个博尔空心呢 啊 不会不不怎么讲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啊 已经讲过了 嗯 是这样子 那么密宗呢 他把第二转法轮的这个空心 和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光明啊 这两个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他不强调啊 单方面的 不强调这个光明 也不强调这个空心 他就强调光明和这个空心的结合体 实际上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时候 虽然说结合 实际上没有什么结可以喝的啊 本来就是一体的啊 本来就是一味一体的 那么他就为了表达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的所有的佛像啊 都是双身像 双身像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外米啊 唐米啊 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 这个啊 米法 这个里面呢 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啊 双身的这个 这个佛像 如果有啊 那肯定是无伤密宗的佛像啊 无伤密宗的佛像 他自己是不会 不会不会用这个双身的啊 佛像 然后那无伤密宗呢 啊 这个我们大家现在基本上了解了 比如说佛母是什么呢 佛母就是相证啊 这个二专法轮的空心啊 空心 我们这个二专法轮的贤重当中啊 这个空心就叫做佛母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佛服就是佛啊 就是象征什么呢 像代表什么呢 代表比善专法轮啊 当中的这个光明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双云永宝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啊 这个二专法轮的 这个空心跟三专法轮的这个光明 虽然是佛 佛讲的时候是分开讲啊 但实际上这两个是是一个啊 是一个完全是没办法分开的 是一个 所以呢 这些佛像都是双云的 这些佛像都是永宝的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啊就是说正觉行 觉知明了啊 那么密宗 他明了了什么呢 明了了啊 这个啊 这个双云啊 双云就是说啊 自我们的心的本心啊 双云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啊 这个去 不要去想这个佛像的 这个双身的像啊 这是一个象征啊 而已 一个符号而已 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个 这个觉知明了啊 这个觉一个字啊 我们可以理解 至少只是可以理解为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觉什么呢 觉二专法轮的空心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三专法轮的 这个佛心光明如来章啊 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密法里面讲的 这个二专法轮三专法轮的内容的 解合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 明空物别啊 这个在密宗里面就叫做明空物别啊 就是觉悟了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景点 那么这个心啊 就叫做啊 这个心叫做这个长明灯 觉知明了 欲知为等啊 那么这个长明灯呢 啊 它就是一个比喻 啊 它就是一个比喻而已 嗯 使骨一切就解脱者啊 所以呢 我们所有真正这个就就解脱的人啊 啊 一定不要以为我们供一个苏油灯啊 供一个无知的苏油灯啊 供一个尼鼠的佛腔和这个铜腔啊 然后我们就觉得啊 啊 就是这个就是修心啊 那么大博主持就是说千万不要这样子理解啊 就是说实骨一切就解脱者啊 啊 我们所有修这个解脱的人啊 不管是修密宗修贤宗修什么宗啊 啊 解脱之 神为灯台啊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 就是作为灯台 身体就是作为灯台 啊 然后呢 信为灯竹啊 我们把自己的行啊 就是作为灯的灯心啊 或者灯竹 然后这个曾啊 助解形 解形是什么呢 啊 结就是所有的啊 前面讲的这个三句清经节 结律啊 行就是六波罗咪啊 行菩萨道 这些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修心啊 吃解修心呢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 以为添油啊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拱宗修灯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灯灯台啊 或者是弓背啊 然后就是灯心啊 还需要一个修有 那么这个就是比喻成 什么呢 比喻成这个修有 天油 智慧明大啊 智慧明大 我们的这个智慧 就是通达了啊 新的本心光明 然后这个就是欲辱灯火啊 这个就是灯的火啊 实际上真正的灯啊 就是这样子啊 这才叫做真正的这个成明灯 常然 如是真正灯啊 如是真真灯灯啊 就是说 常然 常然啊 常明灯啊 本来就是二十四小时 一年四季啊 不熄灭的这样子的灯 那么现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常明灯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啊 就是争悟了 那争悟了以后呢 二十四小时啊 就在这个真物的境界当中啊 按住与这个真 这个真物的境界当中 那么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啊 正觉灯啊 这叫做正觉灯啊 这个就是觉悟的灯 这个叫做灯啊 佛讲的灯啊 就是这个啊 并不是我们的这种无知 无知的这个灯啊 也就是素有灯啊 这样子的灯啊 这样子的灯啊 这样子的灯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它能够照破一切无命迟岸啊 这样子的灯才能够照照破啊 它照破什么呢 它照破的不是外在的啊 外在的黑暗 它能够照破内在的这个黑暗啊 内在的黑暗 内在的黑暗是什么 内在的黑暗就是耻 弹成耻的耻 就是无明啊 无明 能以次发啊 能以次发啊 转向开示啊 能以次发啊 这个我们以这样子的发 什么样的发呢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啊 这个正觉灯啊 正觉灯就是啊 这个觉悟 次发 次发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真物的这个境界 这个智慧啊 然后这个智慧呢 转向开示啊 转向啊 转向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转向就是辗转啊 就是说我们从佛陀到现在啊 到现在啊 一直这样子不简短的啊 相互的相互的这个开始啊 相互的开始啊 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啊 辗转啊 这叫做转向啊 转转啊 转向开始 然后这样子开始啊 这个法就是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 就是啊 传到啊 现在啊 传到现在 从佛陀 然后就是大摩诸实 然后就是六足回能等等等等啊 这样子一致一致啊 传到这个现在 那么这个就叫做这样子相互这个传啊 传传传传传这个法轮 那么这个叫做转向 转向开始 即使一灯燃拜千灯啊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首先第一个灯啊 就是要自己证悟啊 自己要证悟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 证悟了自己的心的本心 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这个警戒啊 再啊 穿给其他人 穿给其他人 这样子代代相传啊 代代相传 然后呢 一灯就电燃了啊 电燃了啊 成前上完的其他的灯 一个灯啊 就电燃了无数的这个灯 嗯 呃 一灯徐燃 一灯徐燃 就是说这样子以后呢 这些灯啊 就代代相传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灯啊 永远就是连续的啊 这个呃 电燃啊 然后呢 这个永远都啊 啊 不熄灭啊 永远都不停止 那么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啊 这叫做转法轮啊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的啊 就是延续了佛的这个回命啊 然后 燃灯无尽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灯啊 就是无尽的 啊 无穷的啊 啊 燃灯无尽 呃 顾好长明 所以呢 啊 这叫做长明灯啊 那 大墨诸 这个就是大墨诸识啊 对这个长明灯的理解 呃 和这个解释啊 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呢 又开始讲啊 过去由佛 呃 明月 燃灯啊 过去有一尊佛啊 啊 他叫做什么呢 他的名字啊 就叫做燃灯佛 燃灯佛 那燃灯佛 他是不是啊 供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所有灯啊 啊 以以事 以如是 实际上啊 啊 这个长明灯的他的真正的意义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子 但是呢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遇事 遇事 众生 不会如来 不会如来 放便 之说 啊 然后就是 嗯 末法是 诞的 啊 末法是 诞的 没有智慧的这个终生 啊 愚智的终生 然后他们呢 就是不知道啊 佛陀讲的啊 这个方便的这个啊 说法 方便的说法是什么呢 佛陀就是告诉大家啊 啊 去攻灯啊 攻华啊 啊 攻祥啊 然后呢 磕头啊 啊 等等 佛就呃 赞叹了很多很多这些 世俗的啊 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 嗯 然后 愚智的终生呢 他们呢 就把这个啊 就是当作啊 真正的啊 意义啊 然后等就是等啊 啊 想就是想啊 他不知道 等时啊 这个我们自己的真物的 啊 境界啊 然后前面讲的想啊 华 那么这些他的真正的这个 这个内涵 是什么啊 这愚智的终生 就不知道啊 他们 制止的啊 佛直接讲的啊 这个 自眠的啊 这个意思啊 那他的这个背后的啊 跟深层次的意义呢 啊 他们就不知道啊 所以呢 他们一直啊 就是执着啊 执着自己 执着这个等啊 啊 然后再执着这个功等的 这个行为啊 永远都啊 就是没有办法 做到三轮替空啊 永远都这执着啊 那么这个就是 他们以为这样子就是啊 这个就是佛的真正的意义啊 他们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跟 跟深层次的啊 这个意义啊 所以呢 啊 就是啊 不回如来 方便之说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如来的方便的说啊 方便之说啊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啊 再提醒一下啊 那么啊 等啊 我们永述有等啊 啊 供佛啊 难道就真的是没有功德了吗 啊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 有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是什么呢 不是大漠诸师讲的功德 他的功德啊 大漠诸师讲的功德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讲的这功德的范围啊 这个丁仪啊 当中就根本就没有这些啊 没有这些世俗的功德啊 他所讲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他 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生意地啊 或者是毁资量啊 正无空心啊 的功德 他一开始讲的功德 就是这个功德 其他的我们比如说 世俗的啊 功德啊 功香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六薄罗米当中的 比如说人辱啊 不失啊 然后呢 这个吃节啊 这些呢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个功德啊 这个范围当中 这个很清楚的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他见到这个梁吾蒂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梁吾蒂就是说 他做了那么多的修苗啊 吃节啊 有多少功德呢 他说没有功德啊 那功德是什么呢 他那个时候就说了功德啊 功德就是真物 真物的这个功德啊 真物的功德 其他的他他他他他没有说其他的是功德 但是啊 他也不会否定啊 这个世俗的这些福报的这个作用啊 也就是说他也不会否定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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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福字量啊 福字量 这些都是有用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为什么大摩一直都这么讲呢 就是大摩剖相啊 他就是要剖这个相啊 因为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啊 没有证悟的人 没有听过这个博弱空心的人 我们一直都认为啊 这个啊 我们功相功佛啊 然后呢 磕头啊 这些才是真正的修心啊 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 除了这些意外 还有什么 根啊 根稿的这个境界啊 特别的执着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功再多的相也好 功再多的啊 等也好 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啊 所以呢 大摩诸师呢 啊 宰山的啊 强调啊 这些都不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 他就是说 这些都是佛的方便之说啊 这意思呢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啊 我们禅宗 学禅宗啊 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呢 不能做顽路啊 那么除了禅宗以外 大院门也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像大院门 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法门 但是呢 如果揍错炉啊 那这也是不对的 那这也是不对的 所以 这个 法啊 无论是大院门 大首尹禅宗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啊 那么都是正道啊 都是正道啊 但是呢 我们理解错了啊 或者是我们单方面的去 理解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啊 就很容易 走偏 啊 走偏 所以我们要这个啊 第一个啊 我们要学大摩诸实的啊 这个经济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啊 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修行当中啊 也不能放弃这些世俗的啊 这些功德啊 两个都需要的 嗯 也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们的经济 那最终的经济 就是按大摩的啊 去做啊 去理解 就像大摩诸实讲的那样子 啊 但是呢 我们母前呢 啊 还没有达到这个经济啊 那还没有达到这个经济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啊 那就是需要这个残灰啊 啊 需要磕头啊 那这些都需要 比如说啊 我们堵河的时候 虽然这个船啊 我们不需要啊 到达了彼岸以后呢 这个船是不需要的啊 但是呢 堵河啊 一定要考穿啊 没有穿是不行的 同样的啊 我们这个最终的目的呢 不是供这个苏油灯啊 不是供这个啊 檀香啊 这个沉香啊 不是这些啊 但是呢 暂时呢 就需要这些啊 因为有这样子的 这个福报啊 比如说 尤其是供满札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们通过这个金刚撒朵的修法 去禅会啊 通过这些方法 然后呢 让我们证悟啊 让我们证悟啊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啊 像这个船啊 船只啊 它当然是不需要的啊 这是一个短暂临时用的一个交通工具啊 它最终这个要放弃的 不需要的 但是呢 这方起太早了啊 那就根本没办法过河啊 所以得要看时期啊 时期成熟不成熟 这特别重要 那么大摩祖师呢 他自己有讲啊 后面他有讲 他这个就是针对利耿的众生啊 利耿的众生 就是一个特殊的众生 他是针对这些人讲的啊 然后这个理论上啊 理论上啊 是没有错的 就是这样子的 大摩祖师讲的 就是对的 这个不仅是大摩祖师啊 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教 包括这个大乘的贤宗密宗啊 都这么讲啊 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要大到这个最高的境界 没有还没有大到这个境界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啊 这些世俗的福报啊 产灰啊 激烈福报啊 这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否则的话呢 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些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我们就是接受 只是理论上接受而已 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没办法 大到这个境界 那这个特别的重要 然后呢 这是大摩祖师啊 说这是佛的方便之所 啊 转型 虚妄 就是说这些是这个不懂得啊 空心 然后呢 不懂得这样子的这个佛的意义的这些人呢 啊 那么他们呢 就是专门的去啊 做一些虚妄 虚妄就是说世俗的这些功德啊 世俗的功德 执着 尤为啊 尤为法 就是因缘和合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执着啊 比如说功夫啊 禅灰啊 等等啊 那么这些都是 那么如果他他这些都叫做尤为尤为法啊 尤为法 有因尤缘的都叫做尤为法啊 执着这些尤为法 执着尤为 虽然实践素有之等啊 那么这些人呢 啊 他们就是点了很多很多的啊 这个啊 时间的所有灯啊 点了很多所有灯 供养了很多所有的灯 依照空使啊 然后呢 这是一个空的房子里面啊 供很多很多的灯 这有没有供的也很难说啊 这个我们现在呢 有些人呢 就是到山东里面啊 或者是这个空的房子里面呢 就是供成千三万的灯 几百万灯啊 这个多少到几十万灯 就是有这样子的 但是这些呢 在这个灯啊 就是没有这个佛箱子 或者是没有散包的地方啊 供啊 那这就是也有有多大的意义 从世俗的层面讲 也很难讲啊 那灯本身是没有什么功德的啊 灯是要供养给佛啊 才能够有功德啊 灯本身是没有什么功德的啊 灯本身没有功德啊 但是灯供养了佛以后呢 呃 才有这个功德 那我们比如说一个空室啊 没有任何的佛箱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啊 然后呢 供很多很多 那又没有功德呢 那当然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虽然在这个房间啊 没有没有没有佛箱 但是呢 我们供这些这个灯啊 我们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比如说佛堂里面呢 供这么多灯的话呢 那对佛堂也有会 呃这个啊 破坏啊 还有火在各方面有安全的隐患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单独的一个供灯房啊 供灯啊 然后呢 我们的意思呢 呃 就不是为了供灯而 供灯 我们是为了供佛啊 啊 佛 佛虽然不在这个这个这个房间啊 啊 那我们如果自己有心心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佛也无处不在啊 是啊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啊 虽然在在在某一个地方供啊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呢 啊 就是供这个前面呢 或者是比较紧的地方的啊 这个佛箱啊 三宝 那如果是以这样子的法心的话呢 那应该也就是有功德啊 有功德 那大摩就是说 就是供一个素油灯 然后呢 一个空的房子里面呢 供一个素油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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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遗教啊 还说啊 呃 我们是遗教封心的 嗯 岂不渺乎啊 啊 这不是我 这这不 难道这不是很黄谬啊 黄谬吗 啊 他意思就是没有意义的 嗯 所以这和 为什么呢 啊 嗯 佛 就是这个 这个大摩就是说 佛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光啊 佛不缺这样子的光啊 意思就是说 佛方魅间 以毫相光啊 佛的这个两啊 魅某之间啊 呃 呃 呃 这个毫某啊 呃 那么 经常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佛的这个啊 呃 魅间的毫某发光啊 呃 然后呢 照耀无数个这个世界啊 呃 经常都看到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将佛的这个魅间的毫某 他如果以方广的话啊 啊 方广的话 能啊 尚能照万八千世界啊 一万八千世界 或者是成千上万的世界啊 佛自己的每间的毫某发射出来的这个光光芒 然后完全就可以照亮啊 呃 这个无便无几的世界啊 难道佛还缺一个这样子的所有灯的这样子的光吗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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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甲如是所有之灯啊 啊 怎么可能佛就是要借用一个这样子的所有灯的光啊 来看这个啊 世界呢 根本就不需要灯啊 灯 以为离异啊 那那么这个我们以为对佛有离异啊 对佛有帮助啊 给佛照亮啊 那么 胜差死离啊 胜差就是我们去观察 死啊 这个之间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啊 这个离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说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然后 隐不染糊啊 啊 就是说我们立即就知道啊 这个是不对的啊 啊 不是这样子的 立即就自己就会明白的 我们去观察一下就知道 知道什么呢 啊 就是说啊 就是佛他自己放出来的这个光可以照亮无数个世界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供的这个啊 灯再多啊 再多的话呢 那就是佛的啊 这个方舍出来的这个光的成千上万 嗯 分之一 都不到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不要以为我们供个灯啊 就对佛有什么利益啊 就是 所以我们这样子以观察的时候呢 啊 自己就明白啊 原来佛是不缺这样子的这个光 啊 嗯 那么这句话呢 啊 大摩祖师呢 他有他的意义啊 他是为了大仆 我们对光的这个执着 我们对灯的灯的这个执着 然后呢 嗯 就是大摩祖师呢 啊 就是希望啊 就是所有的求解脱的人啊 啊 能够还心啊 再不要去执着啊 这些世俗的啊 这个福报 啊 不要执着这些世俗的福报 啊 就是我们应该啊 就是往这个政务啊 指挥啊 往这个方面努力啊 嗯 他的意思就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比如说佛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光呢 当然是有这样子的光 这个佛境里面呢 啊 经常都有 有讲啊 啊 那么那是不是确实是从世俗的层面来讲啊 啊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供的灯就是完全是是不是没有用的呢 啊 也不是佛当然就不需要啊 啊 接这样子的属于灯的光来看这个世界当然不需要 但佛不需要 但是我们的心虔诚啊 啊 啊 我们自己的心虔诚 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虔诚的心去供佛啊 啊 啊 那是有功德的 啊 有功德 那大摩祖师他也没有说啊 啊 他没有世俗的功德啊 啊 他天天说没有功德 他的功德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他功德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 啊 定义不一样 所以他说没有功德啊 不等于没有我们世俗的福报 没有世俗的功德 嗯 他所讲的这个这个功德这个范围当中啊 根本就不没有这些我们的世俗的这些福报 没有放在这个当中 所以呢 啊 他平时都是说这些都是啊 没有功德 啊 那么人家讲的是功德 是无漏的功德 智慧的功德啊 嗯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啊 大家也不要啊 啊 就是觉得我们啊 佛确实是有这么伟大的光啊 啊 那我这个输入灯确实也没有必要 不是这样子 佛是有这样子的光 但是呢 我们自己的心虔诚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是有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呢 不是大摩讲的功德啊 是我们的世俗的这个功德 嗯 然后这个世俗的功德啊 佛经里面呢 讲了很多很多啊 讲了很多很多在所有的大乘佛教里面呢 都讲了这个我们世俗的功德啊 功华啊 功乡啊 啊 这样子的这个啊 这个功德啊 这个福报 那么这些都是真实的 从世俗的层面讲啊 这些都是都是存在的啊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所以呢 那我们没有真误的时候呢 啊 就是还是啊 很需要这些忏悔啊 啊 这个激烈福报啊 啊 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特别的重要 嗯 啊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还没有真误的这一端啊 这个阶段啊 去忏悔 去激烈福报啊 去文思 呃 还有就是大左修行 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啊 文思修行的智慧 还有这个忏悔啊 还有这个古佛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力量啊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力量啊 然后最后就是证悟啊 然后证悟了以后呢 那么确实是啊 像大摩祖师讲的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自己啊 心里已经有了觉悟的长明灯啊 觉悟的长明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暂时啊 你就不要去啊 攻灯啊 那你就是继续啊 这个点燃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个智慧的灯啊 这样子 然后这个大道横告的经济啊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师俗的啊 功灯啊 还有等等等等啊 就是处理一些师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完全就不影响啊 不影响我们的大作或者是这个这个经济啊 那这个时候呢 嗯 然后就去啊 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不是为了自己啊 而是为了啊 终生啊 那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也就讲过了 那 那这个里面呢 那我们就是第一个 要我们有几个重点啊 一个第一个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如果是没有这个真物的话呢 没有真物的智慧呢 确实是像大摩祖师讲的一样 我们这个世俗的福报啊 再多再多啊 都是没有用的 根本就不会成佛的啊 根本就不可能解脱的啊 这个特别的重要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呢 啊 我们呢 也就啊 不要以为从世俗的层面 去否定世俗的啊 这个福报啊 世俗的层面不能不能否定 世俗的这个啊 功德啊 世俗的福报 那么从世俗的层面讲 这些都是啊 善有善报啊 恶有恶报 但是像大摩祖师讲的 这个境界当中啊 当然是没有善啊 没有恶啊 因为这个境界当中 根本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根本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因果都不存在了 连因果不存在啊 那怎么可能有什么 善啊 恶啊 这些都不可能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境界啊 这个层面上讲啊 比如说供长明灯啊 啊 这个啊 这个 供相啊 供华啊 那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呢 这个世俗层面跟生意的这个层面 啊 两个层面 分清楚啊 然后我们还没有大到这个这么搞的境界的时候呢 啊 这两个都不能放弃 啊 两个都不能放弃 我们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政务的时候 虽然是没有这么搞的境界 但是我们从理论上啊 可以去学习啊 可以去学啊 这样子的这个境界 然后呢 那我们从从这个实际行动啊 啊 的这个角度啊 去做一些世俗的这个啊 这个残灰啊 供佛啊 这个激烈福报 那么这个也就是为了快速的啊 能够证悟啊 能够成长啊 这样子 那这个才是这个正确的理解 那啊 啊 我们上一节课里面也就提到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极端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一个极端 就是自以为啊 自己觉无了啊 然后呢 就是就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世俗的 或者是啊 还没有觉无 自己还没有觉无 没有证悟 但是呢 就是觉得这个功灯啊 功像啊 这都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啊 那么就不分层次啊 不分史籍啊 不分这个根籍 直接就是说啊 直接就是说啊 这些都是没有啊 这个功的啊 没有功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是一个啊 极端啊 比如不供佛呀 不不做任何的这个福报啊 实际上这个 也没有证悟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肯定是走走走偏了 这是一个极端 那另外一个极端的啊 这根本就不接受啊 不学习啊 这些啊 像这个薄若啊 空心啊 那么就是就是执着的 就一直都执着这些世俗的福报 然后根本就不去学习啊 空心不接受 那这也是极端啊 两个极端啊 两个扁啊 我们不能走这两个遍啊 就是要走这个中间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中立的啊 一个这样子的路啊 这个才是啊 在学佛的时候 学大乘佛教的时候呢 永远都是这样子 就是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平衡点 特别的重要啊 这个不能理解错 好 然后呢 下面呢 有讲啊 就是佛经里面有讲啊 又六十星道 六十就是白天啊 就是三三次啊 上午中午晚上啊 修道修心 然后晚上呢 也就是这样子三啊 三个时间 那么这个叫佛经里面呢 这叫做六十啊 六十 然后六十星道啊 等于就是说 二十四小时的星道啊 不间短的修心 那大摩祖师呢 也就从他的这个啊 角度啊 去解释 什么叫做六十星道啊 所谓六根之中啊 六十是什么呢 大摩祖师说六十就是六根啊 六十不是啊 不是一个时间啊 不是一个时间 六十就是六根 虽然佛讲的说 直接讲的 这个自眠的意思 佛讲的啊 当然是时间啊 白天万商啊 分三次 周也分三次 这样子一共是六十啊 啊 佛讲的子眠的意思 当然是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背后的真正的内容呢 啊 就是大摩祖师说 不是啊 这个不是不是时间 啊 那不是时间是什么呢 啊 就是六根啊 言而必是神 啊 然后呢 再加上义啊 这叫做六根 六根之中 与一切时啊 虽时虽地 常行佛道啊 六根之中 常行佛道 然后六根之中啊 怎么去 怎么怎么常行佛道呢 秀主决心啊 他 始终就是这样子啊 大摩祖师 他讲的这个地方 不管是他 他结识 昌明灯也好 他结识这个 呃 这工花也好啊 工这个香也好 他任何一个 最后呢 呃 他说这个都是最究竟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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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悟啊 呃 就是整悟 佛讲的这个香 鲜花 水 等等等等 呃 呃 都是实际上佛的真正的 这个用意 呃 呃 就是这个觉悟 觉悟的智慧 呃 呃 觉悟的智慧 呃 呃 佛就是一 呃 呃 像灯啊 像华呀 呃 呃 像这个想啊 呃 以这种方式去呃 给大家讲 呃 实际上佛讲的不是想 不是华 呃 呃 就是觉悟 那这个地方呢 呃 就也也就讲 呃 这个六是心道 呃 大摩祖师就是说 信道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信道 信道就是觉悟 觉醒 呃 觉性就是首先觉就是真悟啊 啊 行是什么呢 觉悟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修啊 觉悟 呃 跳赋六根啊 啊 跳赋 怎么去跳赋呢 嗯 六根啊 啊 六根我们要这样子理解佛经里面这样的六根 我们之前也也讲过了啊 嗯 这个十八节啊 这个比如说像居士伦啊 大臣的阿比达摩 里面讲的十八节 十八节当中有柳根啊 柳根啊 柳根啊 颜根是什么呢 颜根就是我们的啊 这个柔烟的物质的层面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柔烟的结构啊 有一些关键的啊 这个部分 比如说像死亡膜啊 精壮体啊 等等啊 这是一些最最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呢 叫做颜根啊 然后耳根呢啊 就是我们的耳朵的里面内在的一个结构 就是阿尔摩啊 它叫做耳根啊 等等啊 然后呢我们身体的这些身经啊 身经啊 那就叫做这个身根啊 身根 颜耳必死身都是这样子 然后呢 疑啊 最后我们的这个耳朵呢 啊 他也 他的前一部分啊 比如说前一个刹那的这个 这个耳啊 耳朵是后面的啊 这个后面的这个耳朵的根啊 耳朵的根 那么一根呢 就是因为耳朵呢 它本来不是五指啊 我们柳根当中呢 唯一一个不是五指的 就这个一根就不是五指了 其他的五根啊 都是五指 都是五指 都是跟我们的柔体有关 那这叫做柳根 那么六根啊 有了这个柳根以后呢 开始产生柳朵 柳朵 比如说有了眼根啊 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厌世 厌世是什么呢 就是实觉啊 有了眼根就产生了实觉 看到外面的光啊 然后呢 有了耳根 就是产生这个亭觉啊 亭觉在佛经里面的角 叫做二时 然后这个二时啊 眼耳必思神啊 眼是二时彼时啊 这些产生了以后呢 然后啊 就是我们就产生欲望啊 我们的仪式啊 去啊 去执着 去执着啊 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那现在就要挑副这些烦恼啊 怎么去挑副呢 唯一的一个方法啊 唯一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内在的真物啊 我们怎么去挑副眼根呢 是不是闭着眼睛 看不见就挑副了 当然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我们把耳朵盖上啊 然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是不是就挑副了呢 当然就不是啊 那么真正的这个调副呢 就是内在自己争悟了空心 自己争悟了空心的时候呢 啊 因为这个空心的这个力量啊 力量辐射 辐射到眼耳必思神啊 然后呢 眼耳必思神 也就是受到了这个内在的智慧的力量啊 感受到了这个力量 然后他们呢 眼耳必思神就开始不执着这个世界 然后呢 眼耳必思神之后呢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以时啊 他因为他以为知道这个一切啊 这个外面的这个啊 眼耳必思神 他看到的 他接触到的这一切都是如患如梦啊 他就大造了这个境界 然后呢 他对这些东西不产生烦恼啊 那么这个就叫做调副 这才叫调副啊 六根的调副就是这样子啊 除了这个意外 没有六根调副的方法啊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 这个也叫做这个 在大圆满里面呢 这叫做六根自解脱啊 六根自解脱 六根他自己解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调副啊 调副啊 实际上这个证悟了以后呢 六根啊 我们的实觉 虽然看得到这个外面的东西啊 但是呢 他不执着啊 然后呢 在这个我们看到东西之后呢 也不会用我们的仪式啊 去执着他所看到的东西啊 然后呢 对他所看到的东西呢 也不会产生啊 这个烦恼啊 那这样子就是这个 这个也一方面 这就叫做六根自解脱 那另一方面呢 也叫做这个六根调副啊 调副也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调副啊 调副六根 常时不舍啊 常时不舍就是说 比如说像密宗里面 有24小时不离开这个境界啊 长时间的不舍 不舍就是不离开啊 不离开什么东西呢 不离开这个绝无的境界啊 绝无的境界 比如说密发的梦瑜伽 梦瑜伽的修法 就不就是说 24小时都可以停留在这个 暗住在这个光明的啊 境界当中吗 那么这样子的方法 才叫做常时不离啊 不舍 常时不舍 但是我们呢 就是真悟的时候 真悟了以后 是不是就立即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 也不是啊 但是呢 精良的我们这个真悟了以后呢 精良啊 按住这个这个真悟的境界当中的时间呢 精良的要长一点 比如说真悟了 真悟了 但是也就就每天就修这么几分钟啊 然后其他时候都不秀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常时不舍啊 精良的真悟了以后呢啊 真悟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舍不舍 时间长不长啊 就是说真悟了以后呢 然后精良的安住这个境界当中啊 精良的去修自己所真悟的这个境界 所以这些就叫做常时不舍啊 不离开 名为六世心道啊 这就叫做六世心道啊 这个是大摩祖师解释啊 六世心道啊 然后大摩祖师就是说 真正的六世心道是这样子啊 这并不是说我们白天三次啊 做点功课啊 磕头啊 然后呢 拧经啊 然后呢 晚上有三次啊 有这个铲徽啊 拧经啊 大摩祖师说 这些啊 都不叫这个六世心道啊 六世心道就是真悟了以后呢 长时间的这个暗住在这个真悟的境界当中啊 这才叫做六世心道啊 那么当然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个啊 最高的境界的层面来讲 那这个就叫做六世心道 但是我们之前讲的啊 比如说我们日夜昼夜三次的啊 禅会啊 念经啊 那么这个从我们的世俗的层面来讲 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好的这个六世心道啊 它有它的功德 有福报啊 有价值 所以我们也不能啊 防弃是这样子 这个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弃呢 再重复一边 什么时候可以放弃呢 那大摩祖师这个地方呢 一直都翻腐的强调 不要去搞这个 那是不是到某一个时候是真的是可以放弃呢 是 那什么时候呢 就是真悟之后 真悟之后就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从政务 从真正的政务到最后啊 就是根本就是啊 这个自己的政务 这个政务的境界就是大到了一定的层次 就是我们的世俗的这些工作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啊 政务空心的境界 也就是说啊 欢句话说 我们可以就是个安住于政务空心的境界 然后同时呢 啊 也可以做很多啊 这个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啊 到这个这个时间为止 在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当中呢 大家认认真正的去啊 啊 这个啊 去保护啊 自己的政务空心的啊 这个智慧啊 一定要让他快速的成长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政务了啊 啊 然后呢 有不秀啊 然后呢 做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 比如说秀苗啊 做各种各样的发心的这个工作呀 等等等等啊 不秀啊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虽然是政务了 但是呢 到一定的时候呢 这个政务就是一定会会 会消失的啊 会消失 难道政务也会消失吗 啊 当然会消失啊 政务也会 如果不继续修心的话 政务就会消失 就会推死的啊 推死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端啊 就是完全我们可以 按照这个大目注视的啊 这个方法来做 这个时候不需要空灯啊 这个时候确实是不需要 这个功夫 什么都不要啊 你就大做啊 好好大做啊 否则的话啊 就是我们就是好不容易啊 就是花了那么长时间的功夫啊 最后就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政务啊 那么这个时候不朽的话呢 这个政务是啊 很弱的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在这个做很多 世俗的这些福报 虽然是世俗的福报 但是呢 它毕竟就是一些世俗的啊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每天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每天处理很多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就是有一点点 这个政务的境界 但是呢 它会推势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什么都不重要啊 就是这是保护啊 这个这个智慧更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啊 不需要这个不是啊 不需要眼睛 不需要磕头 不需要功夫 什么都不需要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这个政务的境界 完全就可以作为啊 它就是公佛 它就是功等 它就是忏悔 它就可以代替一切啊 代替一切 这个时候 世俗的这些都不需要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是不是从今以后 根本不需要 不是啊 然后我们的境界 达到一定的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要离他呀 我们知修自己的境界 什么都不做 不离他啊 不哄法啊 不离生 那怎么可以呢 肯定是要哄法离生啊 但是在这个这个时间段啊 哄法离生也不需要啊 这个时间当中 自己修行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开悟了 但是呢 我们去做一些 红法离生方面的事情 那那红法离生当然好啊 但是呢 更重要的就是 自己的这个境界啊 这个红法离生的过程当中呢 有就是做很多很多的 世俗的事情啊 有把自己的境界啊 给腿转啊 腿势啊 这个就是不值得 所以这个这个时间段当中呢 那就是就就防弃 其他所有的这些世俗的啊 功德福报啊 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秀这个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完全可以执行啊 大漠诸师讲的这些啊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啊 大漠诸师的这些这些啊 这些啊 呃意思 那么呃 完全就是用自己的觉悟 来代替所有所有的这些功德啊 功佛啊 什么都就代替了啊 是这样子啊 这个有时间段啊 这个一定要大家啊 注意啊 否则的话呢 这个里面呢 也有一个啊 这个 这个 无取啊 我们有可能会走错路啊 这也特别重要 好 接下来呢 大漠诸师开始啊 结识 绕他啊 他又说不要绕他 绕他性倒折 啊 有时佛经里面 大乘佛经 小乘佛经里面呢 就是将很多很多绕他的功德 啊 绕他的功德 那么我们现在啊 比如说证悟了啊 证悟了以后呢 不打拙啊 不朽这个证悟的经济 去绕他啊 那这个大漠诸师就觉得 这个不对的 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证悟去绕他 行不行啊 那当然行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就是证悟了以后呢 不修证悟的经济啊 然后去绕他啊 那这个就是不对的啊 大漠诸师意思就是这样子 绕他性倒折 他是生性也啊 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自己的身体啊 这个呢 完全是密宗讲的啊 密宗就是说 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的本性 完全是佛的坦诚啊 佛的坦诚 你就不要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 再去再去找找什么 其他的坦诚啊 其他的这个 这个啊 佛他啊 你本身就是这个 你的七脉明点啊 只是如果自己能够 这个证悟的话 一切都本来就是佛的坦诚啊 是这么讲的 但是大漠诸师呢 他还没有讲这些 他只是说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有我们的仪式 然后我们的仪式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呢 是佛心啊 所以呢 就是说 身心都是他啊 都是佛他 身和心都是佛他 所以就跟这个密宗讲的 还有 还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啊 我们把这 不能这些 稍微有一点点相通 就把它昏为一摊啊 这样子也是不对的 嗯 荡灵 觉 悔 熏绕 心圣啊 就是说 把我们 证悟的这个 知悔啊 然后 寻扰 我们的身体和 行啊 念念不停 啊 就是每一个念头 都有知悔 啊 都有知悔 嗯 然后 历历歪歪 都是这个 知悔 证悟的知悔 啊 名为绕他 这叫做绕他啊 嗯 这叫做真正的绕他 国取 助神啊 啊 戒性 赐道啊 所有的一切的这些圣者 他们呢 就是以这样子来绕他啊 他们绕他 就是绕这样子的他啊 戒性 赐道 得知涅叛啊 这样子以后呢 他们就涅叛了 嗯 但是 现在的人啊 他又开始批评我们 现在的人啊 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就不了解这个 呃 深圣的这个意义 竟是 是人啊 魔法时代的 现在的这些人啊 嗯 不会 吃力 他们不懂得啊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 道理 曾补内心 啊 呃 曾补内心 正补内心啊 这个应该叫做正补内心 意思就是说 从来啊 从来都不内心 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武啊 他从来都是 是一直都是 往外啊 啊 往外取 求 比如说往外求 这个 这个 扰外面的他呀 啊 啊 啊 就是说这个 供物质的灯啊 啊 就是这样子啊 他从来都不不往自己的这个心里啊 啊 朽啊 这个就叫做正补内心 为之外求啊 啊 一直都是就是外面 求外面的啊 这些福报 讲 至爱神啊 至爱 这两个字啊 啊 这个这个大魔的商 这个伦 颇相论的商商 瞎瞎都提到过很多 至爱 这意思就是物质啊 物质 原子分子 构成的这个物质 就叫做至爱 嗯 至爱神 就是物质的这个神体 饶 是世间的他 啊 然后呢 日夜周周 啊 日夜就奔跑 啊 然后以为这个就是 自己认为啊 这个就是 呃 饶他 实际上呢 这样子是不是饶他呢 大魔就说 这个不是饶他 那这个是什么呢 徒子啊 疲劳啊 啊 这个就是就是 劳累自己 疲劳自己啊 呃 没有意义 而与真心啊 一无礼啊 这个跟我们的真心啊 我们的佛心啊 是没有一点点的啊 这个关系 嗯 我们用我们的物质的神体啊 去饶啊 外面的这个他啊 去饶外面的他 那么这个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他就是说 这个啊 对这个真心 真心就是我们的佛心 对我们的佛心的证悟啊 或者是命心见心啊 有没有关系呢 他说没有关系 啊 以武力 啊 这个就是否定了啊 我们的实俗的理解上的这个绕探 然后下面呢 啊 啊 再否定啊 啊 这个 这个 吃宅啊 吃八观宅界 嗯 然后又吃宅者啊 啊 都是吃八观宅界 也是没有功德的啊 嗯 没有功德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什么叫做债呢 啊 然后大摩祖师就开始啊 将 宅 宅 是什么啊 宅者 其也啊 宅 是什么呢 其啊 啊 其有是什么 什么叫其呢 啊 啊 所谓其 正 呃 神心 所以就是 其就是正气 啊 不错乱 不散乱 啊 这个意思 不散乱 不散乱什么呢 不散乱神 不散 不散乱 行啊 然后你刚才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以我们的物质的神体去饶 世间的这个他本身就是不散乱啊 不散乱啊 身体的散乱啊 这个就是身体的身体的散乱 我们用这个柔梯去绕世俗的他啊 不搭着 不修心啊 去绕这个世俗的他 然后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柔梯啊 啊 去磕头啊 磕头 那么这些呢 身体没有安住啊 身体没有安住 身体没有朽禅啊 身体就在活动啊 所以呢 这就叫做不整齐啊 三轮啊 三轮不整齐 然后呢 心也是一样子啊 心我们这个吃八观在结的时候呢 我们对八观在结啊 执着 执着八观在结 然后呢 我们对结的执着 然后呢 我们对自己的执着 然后我们对这个赤结这个行为的执着啊 然后就是违背了啊 三轮提空 那这个就是心的不弃正啊 心的不弃正啊 气和正啊 气和正就是不搓轮啊 不三轮啊 就是端正啊 端正那端正当然不是一个身体的姿势啊 端正不不不指的是身体的姿势啊 就是你安住在这个真无空心的境界当中啊 那么这个当中没有太没有这个扎念啊 所以就叫做齐啊 这个当中没有啊 这个贪身吃啊 那么所以这叫做争啊 那七和争实际上呢 也就是安住在这个正无空心的啊 啊这个经界啊 那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宅啊 宅啊 宅就是这样 这是大摩诸实的啊 解释 嗯 不拎三轮啊 就是我们安住在这个觉悟的境界当中啊 正无空心的境界当中 然后呢 身体呢啊 也就是在修禅定啊 然后这个心啊 也安住在这个禅定当中 这个觉悟的智慧当中 所以呢 不拎三轮 不拎三轮啊 不让我们三轮 嗯 这叫做宅 宅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持是什么意思呢 赤之虎也啊 赤就是维持这个保护这个状态啊 保护什么呢 保护就是就是安住于正无空心的境界 然后呢 身形啊 弃整 不散乱啊 然后就是赤就是保护啊 就是一直都安 一直都这个 停留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不散乱 那这个就叫做乎啊 持者 乎也 所为于 住截性 所有的这些啊 截旅啊 然后呢 性 菩萨 道啊 修心啊 这些 如法 忽持 以这样子的方式 忽持 那这叫做持 必须 外境 留情 啊 留情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柳根啊 刚刚讲过的这个柳根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呃 因为这个柳根啊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柳根当中的除了异根以外 都是五指 所以呢 不存在 清和不清的这个 呃 谈不上清和不清 实际上呢 他讲的是 通过柳根 参生的柳识啊 参生的柳识 然后这个柳识啊 比如说 实觉啊 听觉啊 朽觉啊 微觉啊 初觉啊 那么这些啊 就有执着 有烦恼啊 那的情就是这个 柳情就是这个啊 通过柳根 参生的柳识 然后呢 柳识的这个执着啊 叫做情 这叫做柳情啊 这个要静止 怎么个静止法呢 啊 刚才不是前面不是讲过呢 讲过吗 啊 就是跳伏柳根啊 啊 跟这个静止啊 啊 外静留情 那是一个一个道理 啊 证悟了以后呢 自然就跳伏了柳根了 自然就啊 这个外静留情啊 然后没有证悟空心的话呢 那这些都是没办法达到的 内止散读 谈成痴啊 也失证悟了以后呢 才能够做得到 否则的话 这是做不到的 言庆 觉察啊 这是我们很努力的 很永共的啊 精精的去关心啊 观察 比如说我们想学中观啊 学伯若啊 或者是学禅丁 来观察自己的啊 心 情静 神心啊 情静了神心 情静就是证悟啊 争悟了这个空心 争悟了心的本心 了如是一 如果我们知道了 这个叫做痴戒啊 这样子的痴戒的内涵啊 了解了以后呢 才叫做啊 才叫做什么呢 名为痴戒啊 那这个才叫做痴戒 真正的痴戒就是这样子啊 有痴戒者 十五五十有五种啊 痴 痴这个这个这个意思呢 也是这个十五也叫做这个痴啊 我们平时叫痴戒 痴戒啊 痴戒啊 十五 那什么十五呢 啊 然后打磨注射就是说 我们痴戒啊 痴八观宅节 痴戒的时候 这个痴的这个十五 有五种啊 有五个 五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是饭啊 菜啊 煮食啊 汤啊 不是啊 那是什么呢 一折 发喜事 第一个叫做发喜事 发喜事是什么呢 所谓一吃争放 还喜风心 我们这个修心的时候 大魔注射的这个修心啊 这些呢 基本上这样的都是 修这个 呃 空心啊 这个修民心坚信啊 那么自己非常的欢喜啊 发喜充满的去啊 这个修啊 逢心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就叫做这个发喜事 这是第一个 二者 参阅事啊 参阅事是什么呢 所谓内外称吉 内外称是什么呢 称就是投名啊 清扯没有烦恼 没有扎黏啊 身体呢 呃 歪是身体啊 身体比如说 我们大做的时候呢 禅定的功夫啊 有了这个禅定功夫以后呢 长时间的可以大做啊 身体不不雷 不疲劳啊 没有不舒服 然后呢 就是成疾啊 记就是没有扎念啊 没有扎念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所以 成疾这两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禅定的时候呢 一方面呢 我们的心非常的平静 然后呢 不仅仅是平静 在这个平静当中呢 呃 也有这个知悔啊 这样叫做成疾 圣信习约 那这是第二 第三啊 善者念识 那念识是什么呢 所谓常念诸佛 行口相应啊 那么我们平时都是去念 佛 那这个地方大魔术师讲的念佛 什么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啊 年就是不亡 年实际上就是五年啊 佛实际上就是法神佛 也就是真无以后的这个修心啊 那这个叫做念佛 行口相应啊 就行口是要相应的 然后呢 四指原始 原始是什么呢 所谓信诸作我 常求善愿啊 就像我们法这个 像这个啊 这个 各种各样的大乘佛教的这个 这个缘啊 各种各样的缘 像这个普贤信文拼啊 这样子就是无上的缘啊 平时信诸作我 任何一个时候就发缘啊 发这个普贤信文拼这样子的缘 普贤信文拼当中讲的这样子的缘啊 这是第四 物质解脱时 那解脱时是什么呢 那解脱时是什么呢 所谓信仓情境 不染熟臣啊 熟臣就是外面的这个啊 这个眼耳鼻似身啊 所接触到的这些这些世界 赤无忠实 明为在世啊 这五个叫做在世 若乎有人 不识如识物中尽识 前面这样的这五个 他都不用 然后呢 自言吃劫 如果还说自以为是在吃劫 无有是处 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未端于无名之事啊 这个地方的无名识是什么意思呢 无名识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世俗的这些食物啊 凡菜这些食物 那么这些食物呢 我们对这些东西呢 他们本身不是无名啊 但是呢 我们对这些这个食物是有执着的啊 有执着的 所以这个世俗的这些食物啊 实际上是是我们对他都有执着 所以叫做无名之事啊 他本身不是无名 无名是不在这个外面啊 无名就在我们的心里 但是我们把这些食物呢 当作是真实的啊 所以这些世俗的这个呃 这个食物叫做无名之事啊 这样子的无名之事啊 折作戒之啊 然后呢 这样子的这个无名当作是解脱啊 知识不吃 比如说我们过五不失啊 日中一失啊 反正过五不失也好 日中一失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是啊 就端啊 端掉了这个这个无名之事啊 就是说世俗层面上的这些食物啊 不喝水啊 不吃饭啊 那么这些都是啊 一个这个世俗层面的这个啊 端出这些食物 那么就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食物啊 如果我们作为解脱啊 作为解脱这个就是解脱啊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折啊 我们前后都有很多次 那这个折就是折是一个意思 否则的折啊 实际上这一个意思 那所以就是自作戒之啊 就是就这么一点不吃东西 我们就认为这个是解脱啊 这样子的话呢 名为破斋啊 这个不仅仅是不是吃戒 而是破戒 破斋啊 若一又破 如果又破啊 云和活辅 哪里有什么功德啊 他说这个没有罪过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他就是大默 就是说你们这种这个八观摘戒 如果没有罪过啊 已经很好了 还有什么福啊 还有什么功德啊 不要去享有什么功德 诗有迷人 不勿死离啊 然后就是这些世俗的 这些这个迷茫的人啊 他们不懂得这样子的道理 身心方意啊 然后呢 只是不吃烦而已 实际上这个身体的方 方纵啊 心的这个方意啊 然后呢 借为助额啊 然后做很多很多的这些沼醉啊 做很多的这个恶业 然后呢 这个探与自情啊 这个自情就是这个房宗啊 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与烦恼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只是不吃这个 这个啊 不吃比如说下午不吃 下午不吃东西啊 这有用吗 大默就是没有用的 你身体和心啊 都仿宗啊 都在这个做很多的身体 在做很多的追业 然后呢 心里呢 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那这个有用吗 他说没有用的 这个没有用 不生惭愧 为断外事啊 这个地方讲的外事 跟刚才讲的五明之事 就是一个意思啊 这是 仅仅是我们不吃外面的东西啊 那么这样子 这个叫做 这个是 是吃宅吗 他说 不是 自为吃宅 自己认为是吃宅 比武是处 这个是 他没有任何的 这个对的地方 都是错 都是错 那么这一项呢 大默诸诗是从禅宗的明星见性 从顿武 从这个景界 从这个层面上来解释 解谢 那么理论上呢 我们完全是可以接受 可以通 可以接受 然后实际的行动当中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不仅仅是理论上可以接受 实际上 实际的行动 也就是就我们真物 到我们的真物 还没有特别的 这个搞的 这个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呢 也完全就是这个 大默诸诗讲的 这么可以去做 不仅仅是理论上 实际行动上 我们也可以去做 但是还没有证物的时候呢 只是我们理论上 是接受 是这样子 大默诸诗讲的没有错 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人 还没有到 这样子的这个境界 还没有到达 这么高的境界 所以呢 我们目前 还没有 这个 到达彼岸 那还没有到达彼岸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这个船 通过这个 这艘船 来渡 这个河 那么渡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 像大默诸诗讲的 前面的这些绕胎啊 工程明灯啊 等等啊 我们也可以去不做 这些世俗的 这些 这些福报 我们也不执着 实际上也不是不 不不不做 实际上我们就不执着 这些啊 我们人人真正的去 修啊 这个 知慧 啊 修知慧 那就是要这样子理解啊 这个是特别重要啊 否则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完全放弃了这些 世俗的 残悔 世俗的积累 福报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永远都达不到啊 大默诸诗讲的这个 这个境界啊 永远都达不到 所以这个是 大家啊 我觉得我们的 对我们的实修是 特别有 这个 很有关系啊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正确的人事 特别重要 然后呢 大默诸诗这里 讲的这些啊 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就不仅仅是 大默诸诗啊 显宗的这个大乘佛教 几乎所有大乘佛教 反是讲这个空性的时候 讲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都这么讲 都是这么讲的 然后呢 大远门啊 大守阴啊 那么他们呢 也是完全是啊 像这个大默诸诗的这个啊 这个解释啊 这样子去讲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大家啊 都是一致的啊 大家都是一致 禅宗 宗管啊 还有就是这个 大守阴 大远门 或者其他的这些谜法啊 他们的这个观点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人呢 啊 就是是不是 现在就不去做这些啊 磕头啊 忏悔啊 当然不信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永远啊 刚才讲的永远都达不到这种境界啊 所以我们是为了大道这样子的境界啊 为了大道这样子的境界啊 我们母钱啊 就需要去忏悔啊 需要去这个 熊啊 那么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寒山大师啊 的这个啊 主作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那么我们要去这么去做啊 那到了这个时候 真误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啊 就是按照这个大摩书师讲的 这么去做啊 这个特别重要啊 希望大家记住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 就讲到这里啊 然后呢 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 大家啊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大家可以提问 请问上师 曾看见公认的大成就者 还在修曼藏 请问 福慧双修是贯穿菩萨道的始终对吗 那么大成就者修福德 和普通证物的人修福德 还有未证物的人修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肯定很多区别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区别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未证物的人 就是没有三轮踢空 证物的人呢 就是已经达到了三轮踢空 但是三轮踢空呢 也有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层次 所以呢 这个大成就者和我们普通啊 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虽然证物了 但是呢 层次没有那么高的 和境界很高的人 两个人虽然都是证物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 虽然虽然虽然啊 都是达到了这个三轮踢空了 但是呢 神度啊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 啊 这个 资粮比如说 大家一起修这个蚌杂的话呢 那这个蚌杂 就看起来表面上都是一样 但是呢 它的意义就 就不一样了 功德就不一样了 然后神度不一样了 请问上师 意义是什么意思 啊 密乘啊 意 就是意识的意 呈埃的乘 呈埃的乘啊 意乘啊 我知道知道 專埃的乘是吧 灰尘的乘 对灰尘的乘 对对对 对 这意乘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对象 还有我们的这个听觉 听到的声音啊 这些都叫做成六根 六尘是什么呢 六根是我们这个啊 眼耳鼻塞神 然后他们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这些呢 叫做六尘 然后一尘是什么呢 我们的仪式啊 这个范围很光很光了 我们的意识 所相导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些 呃 形象 我们心里想 相导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执着啊 都叫做一尘 他想问 一尘是物质 还是意识 物质 意识 这个里面都有的 这个因为我们的意识啊 他没有一个是他想不到的 呃 没有他想不到的 只有我们看不到的 听不到的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范围是很光的 所以这个当中 有意识啊 有有无知啊 有精神啊 有这个永恒的呀 有这个啊 这个无常的都有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 看到的永远都是无常的啊 没有永恒的 我们听到的呢 也永远都是 这个无常 没有永恒 但是我们心里想到 这个当中啊 那就是永恒的 长 无常 呃 等等啊 什么都有 这范围特别的光 请问上师 庄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 感到无限的自由舒畅 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庄舟 行后 金黄的发现 自己是庄舟 却又不知是 庄舟梦见了 自己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梦见 自己变成了庄舟 我们从佛法的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解答 庄子的这个问题呢 嗯 这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 从师俗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确实是不好回答 但庄舟 这个比如说 它自己是真的是蒙倒了 它就又就就变成了蝴蝶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 它第二天就是会说 有一个庄舟这样子的人 实际上它就梦到了这个蝴蝶 是这样子 还是一个蝴蝶呢 它就变成了这个 梦到了这个庄舟的蝴蝶 就变成了庄舟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然后又变成了这个蝴蝶 那到底哪个是 这是真实的 那个是蒙呢 那这个从世俗的逻辑啊 不管是这个哲学 科学什么也好 但是永远都没办法回答了 那 佛法当中很容易了 这个梦胖仁波切的信蒙边论 它不是就是讲这个吗 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比如说 我们从庄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肯定是庄舟梦到了这个蝴蝶 就回到了庄舟了 然后呢 从蒙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肯定是蝴蝶梦到了庄舟 然后呢 就回到了蝴蝶了 蝴蝶才是这个真实的 庄舟是蒙 那两个不同的这个境界 那么这两个当中呢 哪个是真实 哪个不真实呢 那就是各式各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现实是真的 梦是假的 从蒙的角度来讲 梦是真的 现实是假的 然后呢 最终的话呢 两个都是假的 两个都是如幻如梦 这个里面没有正和假 那这个是 从佛教角度来讲 这个很好理解的 好 请问上师 密宗的寄生成佛 和血脉论中的 见性成佛中的佛 是同一个意思吗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那个里面呢 这个血脉论里面 讲的这个佛呢 它讲的是法神佛 法神佛 那么这个法神佛呢 密宗这样的法神佛 跟这个法神佛 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都在讲 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佛心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请问上师 您讲过 只可说话 不可说道 不然停止不前 如何分辨呢 就是说 不要对别人说自己的证悟 如果向外说了自己的感受之后 的确找不到了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找不到的话呢 就只有重新去这个 忏悔 积累福报 然后呢 修上师余讲 就通过 主要就是通过这三个方面 请问上师 凡夫人能看到佛的清净身相吗 释迦牟尼佛的身相是清净的吗 凡夫人可以看到佛的化身 佛的化身 然后呢 那佛的化身是不是清净的呢 凡夫人他自己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凡夫人他自己的实据 这个肯定是不清净 但是呢 佛本身呢 这个大乘佛教就觉得 佛的化身和佛的法身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佛的化身也是清净的 也是因为佛的化身 也是智慧的显现 所以就是清净的 请问上师 燕共据说 会召来很多有情的众生 无形的众生 他问 用什么方法能够避免 你就不要做燕共 就可以避免了 燕共不就是布室吗 那你布室的话肯定有人 有人要来领你布室的东西 那就是你不希望他们来 那就不做燕共 他可能意思就是说 他们来了他想不走了怎么办 他来了不走 他来了不走不太可能 他意思是说他希望 不会不会 这个不会的 不会的 想不要太多了 不会的 请问上师 没有升起菩提心 能够证悟吗 就是可以 可以有那个 有初步的这个证悟 有类似于证悟的境界是可以有的 这个先证悟再修菩提心 或者是先修菩提心再证悟 这两个都会有的 但是如果是没有菩提心的话 这种证悟就可能时间不长 就会推逝 请问上师 如果没有修宗脉 可以证悟成佛吗 没有修什么 宗脉 宗脉啊 可以的 这个宗脉也有很多意思 有很多不一样的意思 实际上 宗脉是什么 实际上真正的宗脉的 它的最终的这个含义呢 就是佛心 佛心叫做宗脉 这个刚才像大摩的这种 结识句结识的话 宗脉 你就不要以为 这个身体中间有一个脉 不是这样子 宗脉就是这个佛心 按照俊舌论的观点 我们这个摄身最多支持入定 七天不吃不喝 超过七天 摄身即坏 请问上师 汉地的残宗大德 虚于脑壳上 一入定就是半个月 摄身一不会坏 请问上师 入定时间 以摄身不坏 具体有没有时间的临界点 这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是居射轮降 如果我们人就在七天 这个哺 没有这个失误啊 睡这样子的话呢 他可能会很多的细胞会死 最后就是人就活不成 但是因为这个 像虚运和尚啊 或者是其他的 也有这样子的修行人成就者 他们应该是 他们自己的这个禅定的力量 在补充他的体力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呢 七天不吃不喝的话 那就有点难 但是呢 也完全 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 主尖枪 这样子的 就是他不仅仅是几天 他很长时间都不吃 基本上是 明白了显空不二的道理 但要怎么修出来呢 修出来啊 修出来就是 就是要 这个证悟了以后呢 然后就暗逐 暗逐于这个经济 那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 这个就是要 一步一步的去学习 请问上师 请问既然佛性是光明 是空性 那么什么会产生念头呢 用手拨动琴弦 才会震动产生声音 在空性中 是什么拨动我们的佛性 让它产生念头呢 这里也要用世俗地 和圣意地来解释吗 不是 这个佛性是不会 不会波动的 波动的 佛性永远都不会波动 我们的那个意识呢 就是在佛性当中产生的 佛性它自己是不会波动 波动的是我们的意识 意识波动了就产生了 那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很多很多很多边 那个可以看看 那个回灯里面 有一个佛教的五中七渊 这个里面有解释 有讲 简单地说 就是佛性不会波动的 佛性当中呢 就会产生念头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修心 所以这个产生这个念头的可能性 是永远都存在的 所以呢 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念头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政务的菩萨和汉藏的高深大德 他们为什么不只是关心 而是在修心的同时 还一生从事讲辩著等广大的立身事业 不是关心就已经可以立他 含有六度万行吗 关心可以提升他自己的修心的境界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书的话呢 比如说大摩祖师 到当时他自己 比如说 这个 自己修心 那我们没有这些书呢 那我们没办法制造大摩的 这个 它真正的意义啊 所以这个 他们呢 一方面修心大作文 那一方面呢 这就是需要有这个 弘法立生的实业 如果没有这样子 那就 就没办法读终生啊 好 没有问题了 谢谢老师 好的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后来回想 我们回想这个所有的功德 就是回想给一切终生 就是希望一切终生 能够 这个 成佛 我 能够一 探知 是八年 同年 你别 掌那 盼 血 其 干 那 其 瓦 职 白 之 病 做 令 主 我 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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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